HELLO 欢迎大家来到婚姻郎的频道 我是兔兔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关我非常幸运的故事 我要先说我的宗旨是什么 干嘛啦 宗旨是什么 念错了啦 宗旨 我要跟大家分享怀孕这一路来的幸运 我希望能够透过我的案例 告诉大家说 也有一些好的案例啦 那我们大家不要一直听那些鬼故事 先把自己吓死好不好 饶恕我如此冷静的人 鬼故事听多了也会被影响 好我们现在就来一一分享案例吧 开始之前我想先问你 说我整个运期是个幸运的人吗 我觉得你是都蛮幸运的啊 你说我的整个人生 整个人生 首先其实最大的幸运就是 我植入一次就成功 给大家仔细看一下我们的眼影帮被接过 现在是 算周期的话一定算是四周多 但这个是事后冷静想来 毕竟你那时候取软的年纪是29岁 你真正植入跟整体状态都是好的 也没有不孕症或是任何功能或素质异常的情况下 成功距离本就会稍微高一些些 这是后面我们回头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才有这么理性的分析 但当下的我们其实是 有点恐慌的 因为讲到试管 怎么办试管好像很难一次成功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还没有去做的时候 就开始问很多做试管的妈妈们 不管是IUI IVF 就任何 他们都有一些失败的经历 我们的情况其实就是 两个人都在台湾取软 然后卵子一起送到美国 竟然结合 兔兔先植入之后换我 然后我们有一个宝宝 除了这个过程是试管之外 怀孕跟生产 其实就和大家一样 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给大家一点鼓励 一点信心 还是有很不错的案例这样子 对要不然网络上的材料都是鬼故事 对我要讲 为什么今天我要录这一集 很大的原因是因为 我在怀孕的期间 或者是还没有出去植入之前 我在上网看一些故事啊 都是那些不好的案例 然后我很常看完一些案例之后 我就跟他说 诶怎么办我今天在网络上 看到了什么样什么样的故事 对我都会跟你说 那是因为这种事情太印象深刻 课书的 背台特别写出来 好的结果就顺顺就过了 那就也不用 不用特别分享 所以我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 这些顺顺就过的故事 特别分享一下顺顺就过的 然后我们自己当然也听了很多故事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其实也很担心吧 会有点担心 因为这种东西有时候真的是 感觉是几率问题 虽然说你可以用药物 或者是医学的角度 就是也许有你数字都很漂亮 可是还是有个万一之类的 就是他都没有说百分之百 那时候我们很担心 可是我们有做什么 其他的措施准备吗 好像其实也没有 我们就是啊 那就只能这样子了啦 医生也没有说你要怎么调整 你好像就只能保持 听天由命 最后报告怎么样也做了 最后就等结果 好险 结果就是非常的好的 一次就怀孕了 其实我那时候搭飞机到美国的时候 就是台湾的人认识我们 然后就会不断说 你好辛苦好勇敢这样子 其实我那时候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冲击 因为我觉得说 哪里辛苦哪里很勇敢 我就是要去做要做事情啊 怎么了吗 后来又咀嚼一下 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说 是因为普遍大众认为 试管婴儿是一个 第一要打很多针 自己还是说就是过程蛮辛苦的 第二就是你不一定会成功 所以往往很多案例就是你会 就是在从头打针 对 可是我也要提醒大家 很多人做试管婴儿 是因为他已经到了 不孕的阶段 像我动员的时间是29岁 他也是29岁 所以其实我们的卵子 都是非常健康 然后以及我们是在 适合怀孕的年龄去怀孕 所以两件事情都是 提高成功几率 对 而且算是非不孕的女性 去做试管婴儿 当然就是成功几率 就会高蛮多的 恭喜出生之后啦 有些人会再想要跟我们聊一下 他们当初做试管的经历 就会发现有一些人 跟我们诉苦说 他们经历了很多次 很多次 他们当然也知道说 年龄是有一定的影响 不管是在台湾的医院 还是在美国的医院 他们只要提到 取卵这件事情 他们都有说 年轻会比较好 女性的软子品质 会在大概35岁左右 会走一个 急速下降的状况 大叔就有提前趋势 那就变成说 你取得软 要么取不够 要么取得品质 不是非常合格 那这个都会降低 这个成功几率 所以如果大家有预算 然后又够年轻的话 早点做这件事情 会让自己未来 有更多的选择 哦 很多人可能会说 蛤 可是我没那么多钱 去做试管婴儿 可是动软这件事情 其实他需要费用相对少 只有这件事情 是最有时效性的 我觉得 然后以及不可逆的 对不可逆 这也是我们一路走来觉得 真的是 最应该做的事情啊 就是如果你未来 经济 穿育了的时候 突然想要生小孩的时候 买不回来的东西 就是 自己年轻的卵子 好感伤 好啦好啦呼吁完毕 下一题 那接下来进入我们怀孕的阶段 中奖了吗 超幸运 怀孕的时候 其实我最怕最怕最怕的 就是 变胖 真的是没办法控制 当然医院会说 参考你的家人 家族史有什么状况 像你因为跟你妈一样嘛 怀孕的时候没有什么变胖 所以你也没有什么变胖 破题 我没有变胖 我觉得胖这件事情 很容易理想到的就是吃东西嘛 就是孕妇会改变吃东西的状况 他真的很想吃的时候 千万是不要阻止他 你也不能跟他说什么 不要再吃了 你这样生完会很难受 孕妇听到这个 但是我一定会炸掉 你会炸掉哦 他之前在美国想要吃台湾的食物 台湾 不是东方要台湾 滷肉饭 牛肉面那种 这一种台湾的食物 少了一个距离我们住宿 车程一个半小时的地方 二话不说 直接带他开过去 就东北开 封掉 开始脸很臭 焦虑到不行 他快疯了 他就是要吃 我只知道我散发的气场就是 你最好是给我整个家 又找到一间 30分钟车程 所以我为了他吃那顿饭 我开两个小时的车才终于让他吃到 吃了就好了 这件事情就是 你没有办法控制 香蕉也是 炒的要吃香蕉 还不够手要再放个两三天 坐在家里 这样一直看着那个香蕉 我跟你说我真的超可怕的 你就这样看着人家 那个香蕉是我人生吃过 最好吃的香蕉 是我人生吃过最好吃的香蕉 小当家的音乐是不是在背后响起 扇子全部打开 美味 然后你说很好吃叫我吃一口 就吃一口就 超难吃的 跟大家说那口感就是一个 还没有到最好吃状态的香蕉 还是有点瑟瑟的 就是有种轻轻的味道 不太合我口味 你喜欢你多顺一点 我还想讲 再来就是怀孕期间没什么不舒服 吃好 睡好 我也没有压到什么持骨 有一些妈妈会分享压到 不太舒服 不是很想走路 走路就会痛 站着就会被压到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种感觉 反正就是不舒服就对了 我们家兔兔没有 还健步如飞 他那时候怀孕又吓到好多人 他在医院里面在那边大步走 走得又快又大步 然后就一个肚子在那边这样 就是不要这样 很夸张 有点很吓人耶 感觉很可怕 我觉得大部分人看到你之后 都会吓到 这么有活力的孕妇哦 我只有哭了背起来不太喜欢做 哭了背起来哭了背起来 其他就走路啊什么都还好 好像就是肚子变大 但对你影响不大这样 对对对 但到后期我觉得还是辛苦 因为没办法把我变大 你会开始被挤啊干嘛的 翻身翻不过来 我觉得这是难免的 孕妻如果能够相对舒适的话 我觉得会好很多 但这个好像也是不可控的对不对 其实整体来说你只要吃好睡好 哦还有一件事就是 排便啊什么很顺畅 我觉得这些都很好 你就觉得自己很幸运了 这就是很基本 可是其实很多孕妇 像有人跟我说他后面会变密 压到持股很不舒服 因为那是无时无刻的不舒服 失眠啊 失眠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你肚子很大 它压到你的内脏 然后你侧躺有时候不是 然后正躺 绝对不正正躺 因为这样子生活就会很麻烦 然后我就都没有 就很幸运 还是有人可以这样啊 就是吃好睡好 一样有正向例子提供给大家 让大家在网络上搜寻的时候 还是有正向例子好不好 不舒服 也是有不舒服的 不是说要给大家 我想说也是有舒服的 我想说 你看你那刻板印象就是刻了你很深 不小心就讲出实话 也是有 可以舒服怀孕的 相对舒服怀孕的 如果你很想看我们的影片 请不要吝声按下订阅 小小的举动大大的帮助 订阅 好 第四点是我 产后恢复的速度 非常的快 先来讲体重的部分 生完的时候 我那时候状态是一直好想要恢复 原本的我 因为我想要健不如肥 我想要工作的时候 就是可以这样子 这样子就是 slau 哦 怀念我轻盈的身体 在乎宝宝之外 我也很在乎我自己 但我觉得妈妈 自己要恢复自己 本来就非常重要 很想要站上体重机去看看 因为我认为 如果说我多了9公斤 那宝宝已经 3.5掉了 然后再接羊水 再胎盘掉了 也许已经掉了5.5公斤了吧 站上体重机 加5 减了4公斤而已 我整个一直骂 3.5天 你要不要这么逼 你自己跟B所有人 我觉得你那时候很惹 很惹 你就立刻补画上来 你就说 我们再看看 我相信你会回来的 现在3.5天不准 都还没有恢复对吧 还没有恢复嘛对不对 给他鼓励很重要 算了算了 反正我现在在痛 也不能工作 那我就再修复一下 后来我就去月子中心了 他们都有一些 测体脂跟体重的东西 一测 诶 有没有 体重回来了 产后两周的时候测 体重回来 但体脂没回来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人 是永远不知足 体重回来开心一下 看到皮脂 皮脂30 像话吗 我真的觉得你不要太过分 然后后来又再过一周 我就再去量体重 产后三周再去量体重体脂的时候 已经完完全全恢复 原先状态了 他终于开心了 不会再念了 就跟你说回来吧 很多人不怀孕 或者是怕生小孩 其实还有就是 身材变形这件事情 就是给大家一些正向例子 分享给大家 还是有 可以恢复快速的 硬要站起来 虽然可能头会不见 可不过我今天穿很宽松 也看不太到啊 而且你穿黑色的 看不到 到底在干模啊 哦 持续给大家注入正能量 刚刚都是说一些 我认为很好的事情 很幸运的事情 当然还有一些 不太完美的地方 就是说我有 刃成糖尿病 虽然很严重 可是这就还是一点点 小小的过程 再来是 我有刃成纹 这也是不可逆啦 就是没办法 它就是突然间就爆出来 其实我那时候 很认真在擦 刃成霜啊 刃成油啊 但我相信这些东西 还是有用的 我的皮肤可能就是 比较干燥 比较没有那种韧性的皮肤 我认为应该就是 很容易撑出刃成纹的 总之我的刃成纹是非常可怕 所以皮就会看起来皺皺的 我觉得总归来说 还好结果是好的 虽然你有刃成糖尿病 的状况发生 但因为很轻微 只要饮食稍微注意一下就好 恭喜的状况也健康 没有什么 刃成糖尿病的影响 这就已经是 很好的状态了 那就是给 想要怀孕 但又觉得 有点害怕的 准妈妈们 正能量的参考 不要网路上查那些 鬼故事会吓到自己 那如果本来就 没有打算怀孕的话也没关系 就看过就好了 我觉得大家对怀孕 有时候第一件想要事情就是胖 也是有人不会变胖嘛 对不对 我跟大家说 那个时候有人突然间 说我变胖 当妈妈的都会疯掉 我都已经恢复体重 你才说我胖 唉 我真的不想说什么 先不论有没有怀孕好了 先不论有没有生过 女生也不喜欢人家 评论自己的身材 而且你又没看过我本人 像我越进来就很容易水肿啊 我又不能越进来就不工作 那我越进来的时候 比较水肿 刚好工作被你看到 就觉得哦我变胖了 下支影片越今走了 就觉得哦又变瘦 变瘦我就不会讲 就这样变胖 生气 女生就已经这样 如果对一个妈妈 我觉得 绝对不要对妈妈讲这种话 会回想到他整个经历的过程 他可能怀孕是非常辛苦 才有这个孩子 他已经努力要让自己恢复了 然后你却这样 哦你变胖了耶 我真的觉得 你太瘦 大家还逼你要多吃一点 说宝宝还没有一样 我跟你讲 我那个时候 在怀孕的时候 他说 啊兔兔这样不行了 好像要给他多补一点了 怎么在怀孕这么胜 这样宝宝没有吸到营养怎么办 啊 真的不要再逼妈妈了 有些妈妈就是不想吃 有些妈妈就是想吃 不要管人家好不好 这是什么事情 就是等 结束再说只要宝宝健康 就好了 好啦 所有的妈妈们 所有的妈妈们 我们都站在你们这一边 还有这个要做试管的 成功的纪律是有的 然后其他人也不要再随意 评认别人身材了 他有没有变胖变瘦 我都不在乎了 是吧 影片就到这里 突然就结束了 对啊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 记得按赞 订阅 加分享 想要说拜拜 打针这件事还好 大家不要这么害怕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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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